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北电视 巨大的海洋之下掩盖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将与卡尔古斯塔路伦敦 讨论有关从海洋中提取资源的话题 再次欢迎您 很高兴来到这里 现在很多人谈论淘金热 讨论从海底提取资源 请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吧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在授权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事实上全球海洋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属于特定国家的专属经济区 而第二部分是国际水域 就由国际海洋管理组织监管 现在许多国家都已经认识到 海洋中蕴含着巨大的资源 想象一下 溢球表面71%的面积都被海水覆盖 而这些水里面还有大量的矿物质 比例超过地面的一倍 在我看来 海洋即将会开始真正的淘金热了 但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如何的环保开仓 当前阶段是否值得这样做 此外 我们还得了解 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否合适 我想说的是 海洋中蕴含的资源 其中包括有我们非常需要的稀有矿产 但当前阶段 地球陆地上仍蕴含着丰富的此类资源储备 这还足够用很长时间 我想说的是 当前阶段从海洋中开采资源 可能会给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启动资源开采之前 需要进行详细的研究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方面是 大多数矿业公司都是国有的 而最有可能的是他们同时还获得补贴 这是因为短期来说 海洋开采还是无力可图 我非常怀疑五年内有人能够真正地利用到海底的资源 而事实上 只有沙文主义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从海底采矿和提取资源 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很快会宣布自己对海洋资源的所有权 我们当前已经在世界的一些地区看到这样的情形 这样的趋势是令人失望的 对人类和地球都没有好处 这听起来有点可怕 是什么样的商业机会 使得人们开始从海底开采资源呢 事实上 确实有几个领域的开发相当成功 但时间尚不长 其中之一是在海底开采钻石 当然不是深海 例如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奥兰治河流 沿海水域已经存在数千年 期间开采出了大量的钻石 这是一门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 此外 就环境而言此处较为平衡 钻石的提取并不是很艰难 也就是说它们进行开采 之后又给予修养生息的时间 让其恢复 这就是相当高端的手段了 即使能够使得生产力最大化 同时对环境的影响也会降低到最小 因此对环境的破坏痕迹 持续的会相当的短 开采停止数周之内 矿区内又会再次出现新的冻植物 这样一来 我们甚至无法看出原始海底 与那些钻石开采区的环境差异 在我看来 这一点是十分好的 是海底资源开采非常好的例子 而且由于是近海水域 开采的成本就相对较低 同时还兴起了新的开采项目 如蒙铁矿的生产链 开片矿区还有相当大量的矿物质 这与生物的多样性直接相关联 对于那些在深海区域 大约4000米的矿区 如果要开采出矿物的话 这需要巨大的真空吸尘器 从底部直接地吸取 而这样的方式成本就很昂贵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这样是不合适的 而从海洋开仓的另一个方式 就是高温热液喷发法 从地和内径常会喷出来高温的水 其中往往就还有丰富的矿物质 但问题在于选择热液喷发的地点 及热点 这不仅要从水位上考虑 而且还要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考虑 选择这样的地方进行开采 对生物多样性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些热液喷发点 现在停止了热水的释放 这意味着其介入一种休眠的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会再次喷发 当然如果这种现象出现的广泛 这意味着存在破坏动植物生活环境的显著风险 这对环境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现在我们也在积极讨论 利用多山海底地形的可能性 许多海底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山 我们目前只细致地研究了数百个 这是因为受限于对这些海底的了解 一些山区表明还有丰富的矿物质 因此可以用公用的方法开采 但具体的方式还是会区别于 陆地表面的山矿开采 否则会造成环境破坏 事实上这是在剥夺海底特有的 动植物和微生物的生存权利 通常80%的这些物种 不能在100公里之外的 其他任何地方再找到 如果滥用开采手段 我们会因此失去大量的物种 会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对 我认为当前还不是开发 海底矿产资源最有利可图的时机 国家有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去了解这些活动可能导致的后果 而非急于开采 有必要先对地表的矿物先进行开采 这样我们还有充裕的时间来缓冲 我的建议就是三思而后行 正如您说的 沙文主义总是能赢 当然有一些国家已经宣布了 自身在某些海洋区域的权益 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在建造船舶 用于将来海洋资源的开采 大问题是 他们是否会从中获得收益 或者所做的仅仅是在彰显主权 我们对此比较关注 不久之前 我采访了库克群岛的总统 一些太平洋的岛国 拥有着最为丰富的海底和海岸矿藏 当然他们想知道 如何最好地提取这些资源 他们需要得到具体的建议 以帮助其正确的 和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当前阶段 我相信他们也对法律方面的问题感兴趣 如何安排利于自己国家的一切 但又不违反国际的公法 正如我刚所说的 有必要为此确定正确的方向 否则淘金热很容易会变成 对海洋和环境的破坏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当然从海底提取矿物资源是有可能的 但我们仍然需要一些时间 感谢您对杜高斯贝电视的关注 再见